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0前公开报道 远远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丁向群 调任安徽省委常委 前任安徽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的颜值产 同样是一名女性干部 于今年7月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正式Rnews微信ID Smy注意到 去年6月 丁向群由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岗位 空降广西任副主席 党组成员 在广西任职一年零三个月后 此发丁向群在杜跨胜旅心 出任安徽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公开履日显示 丁向群生于1965年 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987年大学毕业后制空降广西之前 他在金融系统工作多年 曾任中国银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 总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浙江省分行副行长佳明波是分行行长 总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公司金融业务总裁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国家开发银行 党委委员 部行长 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一年多来 丁向群负责商务 外事侨务 投筑 金融等方面工作 此番离开广西道安 恢复任前 丁向群出席了多个外事活动 9月20日 出席健康丝绸之路建设 即第二届中国的东盲卫生合作论坛并致辞 9月13日 出席第十届中国的东盲金融合作 与发展领袖分论坛并致辞 9月12日 出席以提升南向通道黄金阶段 共进中泰产业合作大平台为主题 的中国的太古产业合作发展论坛是提出 加强中国与太古产业合作 携手升级南向通道黄金阶段 看上去外表清秀 金盖之姓 去年6月 丁向群出院广西赵独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时 广西日报公号发完评述说 从丁向群的经历来看 喜真正的金融课班出身 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 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 是名副其实的金融专家 正是iNews微信ID 自能注意到 毕业后 丁向群数次回到母校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据中国人民大学官网报道 2011年9月 经济学院接触院由丁向群访问了经济学院 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当委组织部部长 2016年6月20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举行了2016届学士 硕士学位授一世纪毕业典礼 丁向群作为经济学院以983级杰出校友代表 参加了活动 据中国人民大学官网报道 发言时 丁向群以自己在经济改革和开放大潮中经历和生活里 同学们共勉 以示身怀家国情怀 实现责任担当 如习总书记所说 坚守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 而是求师创新 实现社会价值 秉持校训为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创立新流派 三是保持广阔视野 保持内心热爱 抓住时代机率尊熟自己的梦想 四是以感恩之心回方母校补育 丁向群简历丁向群 女 汉族 1965年6月生 江苏怀安人 1987年8月参加工作 199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毕业 研究生学历 经济学硕士 高级经济师 1983年到1987年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 专业学习 1987年到1990年 中国农业银行未经重温之行 现代科干部1990年到1993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货币银行学专业硕士 研究生1993年到1999年 中国银行现在已不出口现代处干部 现代业务部综合业务处付处长 出口现代处付处长 1999年到2004年 中国银行公司业务部业务三处处长 副总经理2004年到2005年 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2005年到2006年 中国银行之家顺分行副行长 监宁博士分行行长 党委书记 2006年到2011年 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党委组织部部长 2011年到2013年 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义务总裁 2013年到2015年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香港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2015年到2017年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党委委员2017广西正组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党组成员 2018年9月 安徽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正式Rnews微信ID Snoose专导王书